台风纳沙发为澳门一大清早改挂8号风球 除了公交服务大瘫痪 在澳门国际机场几乎所有航线都要延误或取消 不少市民或旅客也不敢怠慢 希望尽早获得航班的最新情况 11点55分去台北 但是听得那么早了 因为都知道已经打风了6、6点钟 但是我想网check过 在网页上面它不是每一班机都取消 所以都是来换个问题 看看好不好早点走 现场有不少旅客到柜台查询起飞时间 但风大雨大怎样也无法上机 有人就选择睡着等 市民游客都抱怨 纳沙突然来袭 让他们一个措舍不及 想打到回复又没有去向 有没有给了一个信息给你 没有啊不知道啊 我们在等了一天等消息 很无聊啊在这里等 然后那边行程也全部打乱了 今天都不能飞的话 那可能要找酒店住一个晚上 然后把机票改清到明天 看能不能赶上行程 另外澳门来往香港的海上客运服务全部停航 外港码头一度有大约超过100名旅客滞留 二位是蔡佩信王冠中 陈静宁 澳门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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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